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水 我出生在一个缺水的地方 记得那时候,我们一个村子的人吃水 都要到十公里之外的一处很小的泉沿里去跳 经常要排上一个小时的场队 才可以跳上一旦回家 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请我喝酒不如请我喝水 这是村里人说的最多的话 下雨天是村子里每个人都期盼的日子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见有水窖 用来在下雨天出水 已被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使用 只有在下雨的日子里 大家才可以通通快快地洗上一回澡 先是像我们这样的孩子 全身拖得光溜溜地 在雨中奔跑,跳跃,大呼,小叫 尽情地享受水带给我们的抚摸与清凉 还仰起头,张大嘴巴,去吃来自天空的水 然后,大人们也加入到了洗澡的行列里来 只是,他们远没有我们这样的无遮无挡 男人们穿着短裤 女人们则穿着长衣长裤 就像过节一样 这样美好的日子在我们那里毕竟太少了 更多的是干燥和炎热 特别是在夏天 在交扬下忙了一天之后 男女老少都有一种将要被风干的感觉 储藏在水窖里的水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母亲用一把大锁锁住了水窖 也锁住了我们对水的渴望 而挂在他腰带上的那把钥匙 则象征着权威、幸福和痛快 我们都盼望着水窖打开的那一刻的到来 我们四兄弟 像四根将要被晒干的钩尾巴草一样 从小到大排在了母亲的跟前 母亲轻轻一笑 从腰带上取下钥匙 打开了水窖 一缕水的气息扑灭而来 我们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然后母亲一手从水窖中打起一勺水 从我们的头顶缓缓地轻住下来 一手拿着一把麦杆扇 往我们身上扇风 顿时藏于地下的水的清凉 再加上屡屡清风 让我们都舒服地啊啊大叫了起来 从头顶轻住而下的水 划过了我们的脸 像一条小溪流 顺着脖子缓缓地划过了我们的胸和背 然后又划过了我们的大腿和膝盖 在水的滑动中 我听得到每个毛孔张开嘴巴的吸远声 我感觉得到血管里血的流动在加快 水它不多不少 在抚摸过全身的每一寸皮肤后 刚好能够润湿脚板 地上几乎没有一滴被浪费掉的水 我感觉到血管里面有点滴被浪费掉的水